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雪巴人是藏族的一支 500年前从西藏东部迁移到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区 过着游牧生活 1930年代以后 西方人展开喜马拉雅的探险登山活动 忽用当地的雪巴人为挑夫 从此以后 雪巴也成为登山挑夫或向导的代名词 因为雪巴也帮助别人 有很多雪巴人去到尼泊尔的许多 但我认为雪巴是不在意 当飞机一抵达卢卡拉机场 迎接我们的是 抢着搬运行李的雪疤 我叫阿姨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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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十年纪归 我十年纪归 你不许多年纪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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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挑夫年龄从15岁到35岁不等 平均每个挑夫背负的重量在25公斤左右 相较于以往动不动背到四五十公斤 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相当轻松的行程 每年春秋是喜马拉雅山区的旅游旺季 有超过两万名的游客来这里践行 是当地雪巴人口的六倍 担任践行队伍的挑夫 就成了昆布地区雪巴人最重要的出路 这些年纪轻轻的孩子 必须走整整三天的路 离开家乡到卢卡拉来争取工作机会 29岁的昆布雪巴是三个孩子的爸爸 六年前开始担任践行队伍的挑夫 靠一年两三趟的工作机会 养活家里的三个孩子 现在有很多工作在这家里 如果有免費的時間 他想用免費的時間 所以他來看照片 當他成為免費的時間 他可以賺點錢 為了討生活 許多年輕女性 也出來擔任挑夫的工作 這些挑夫一天的工資 從300盧比到600盧比不等 相當於300元台幣 而牦牛背貨物 一天的工資是七八百塊盧比 也就是說在這裡 牦牛一天的工資比人還多 每個挑夫一趟大約可以賺到 四千元台幣 運氣好的話 一年五趟大概可以賺到兩萬元 在這個平均年所得 只有台幣七千五百元的國家 這間是不錯的收入 一路上我們看到許多挑夫 穿著單薄的衣服 甚至是涼鞋 背著健行隊伍的行李上山 回到盧卡拉之後 我們跟著雪霸來到他們寄宿的地方 在這個小小不到十坪的挑夫之家裡 住著二十幾個挑夫 他們吃睡都在這裡 相較於遊客居住的小木屋 這裡顯得簡陋而遠景 但卻是離家在外的雪霸 可以互相尋暖的地方 雖然語言不通 但是一句Namaste 一個真誠的微笑 讓彼此之間的隔閡化為烏有 如果不是因為雪霸 我們不可能順利走完全程 如果沒有雪霸 喜瑪巴雅的登山史將改寫 更多的登山客 將會因為高山鎮或意外而喪目 入山城 了… 老人說我們有世界愛的 海外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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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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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們的背東西都沒有 都在淋雨這樣很可憐 那我把魚在魚 平常少用的就送給他們 謝謝 OK 隊員把過剩的物資贈送給雪八 希望雪八也能感受到台灣人的熱情 和一點點微不足道的心意 如果沒有雪八喜馬拉雅的登山史 將會改寫 從這樣的一句話 我們就可以深刻的感受到雪八的重要性 在完成攀登夢想的同時 我們也必須要感謝這些幕後英雄 近年來基地營的健行活動是越來越盛行 喜馬拉雅山區就變成了觀光聖地 這些寧靜的小山村受到了許多外來文化的衝擊 到底要怎麼樣可以支持部落經濟 又不會污染到部落的文化 現代人必須找到更好的一種方式 當然最重要的是來到這裡的登山客 必須保持著更謙卑的心態 真正的認識山 而不要傷害到山 北京城 感谢您的观看